你好 欢迎收看7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月如 富丽乡罗山村花79线罗山瀑布 主要连外桥梁仅平三号桥 去年918强震数创严重 而经过县府以及乡公所的努力 今年上午顺利动工重建 而为了不影响罗山瀑布风景区的油气交通 才办办的施工方式来进行施作 维持交通顺畅通行 祥师县锐 祭拜祈福后 县长徐真卫 富丽乡所会首长 南区县议员 以及代表村长 共同持金产产土 富丽乡罗山村景平三号桥 正式动工改建 动土大吉 原来党土小马刘用作为一个党土墙 那这样子我们就不必 再作为一个整个大面积的开挖 而且我们大梁是采用 玉树标准的方式 不要做长生 另外我们西谷建的我们不利墩 以桥梁直接跑越的方式 来降低水流通发危险 通往罗山瀑布风景区的花79线道 去年0918墙震 造成这座景平三号桥横向水平均略 进公共工程委员会审查建定为围桥 全额补助改建工程经费 建造商避免大量开挖 踩西谷不利墩 跨桥建造 确保公区环境的安全 请代表我们副理乡 都将所有的县长 所有的展观来致建 特别感谢我们县政府的 五星级的县长 能够今天看到我们是 重九一八的景平三号来动工 强度安全且降低 环境干扰的改建工程 不论是在地村长 还是县议员乡长 也高度支持万分感谢 由于是罗山风景区 主要连外道路 长达十多月的宫崎 也令游客 以及在地居民忧心 恐怕冲击道路通行 请主持动图典礼的县长 许正为期盼大家共体时间 在整个部件 会影响大家生活的进出 但是我想共体时间 那交通动线的部分 是用半半施工 所以还可以维持 我们日常的走区可以 可以通 洛杉安景平三号桥 桥长20.5公尺 宽9米 今年6月完成发包设计后 在县政府与乡公所的努力下 今天顺利动图改建 赤字1800多万元的改建工程 考量施工安全 以及交通通行 采半半施工方式来实作 预计最快113年4月份 完工通车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导 按道理计最快113年3月 在县质方向处计最快114年4月 又要用某个电工程 在县质方向处计最快114年5月 成功 降低